今天我们来制作花叉 然后用到的是这个雪浮板 刀片 剪刀 还有这种防水的贴纸 防水的贴纸的话 大家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图案进行购买 样式还是挺多的 这是我做的几个成品的板子 方法的话还是挺简单的 大家可以有兴趣跟我往下看 那像这种圆的是比较简单的 我们可以找一块大小差不多的板子 用剪刀进行剪裁 剪完一圈 如果有这种不平整的地方 我们可以用刀片进行一个修边 修的光滑一点 如果是老手的话 我建议直接用刀片 直接就是刻就可以了 像我的话已经很熟练的 用刀片进行切割了 现在我们可以把它撕下来 然后贴在这个雪浮板上面 当然你也可以先贴上去之后 再用剪刀进行剪裁 这都是没有问题的 贴的时候就对齐就可以了 像这种毛边的话 我们可以用这种刀片进行一个修整 尽量弄得光滑一点 美观一点 其实这个东西怎么说呢 熟能生巧吧 后面的话 你就会很熟练的运用这种刀片 直接进行切割就可以了 不需要剪刀什么的工具 最后我们用到的工具 就是这种热绒胶枪 可以多涂一点 就是给它固定吧 我这边就视频示范一下 随便涂了一下 这是我刚刚做的另一个 给大家看一下 还是挺不错的 花了两个下午 已经全部做完了 总共的话是50个画插吧 应该是 造型还是都不错的 实现了画插自由吧 最后来个成品展示 杆子还是挺长的 可以剪短一点 这是最后的链接 大家可以喜欢购买